北北市公墓居然被当成了垃圾厂 恶意清倒垃圾废弃物 警方专案小组侦办 逮到了不肖业者 文山区复德公墓的山坡地 遭报有不肖业者清倒废弃物 长期累积下来至少约11公顿 连环保局架设的移动式监视器 也都被偷走 最后警方历经了10天的连夜埋伏 在13号的深夜 当场逮到正要去倒垃圾 李姓男子与王姓男子 全案依照涉嫌违反废弃物清理法 以及公共危险罪嫌送办